这是第三步 第三步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头的位置 套座过去选一下 之前图片都合并掉了 Ctrl J 然后是Ctrl T 稍微拉大一点 这个可以做一个GIF动画 所以说我们画猫还是画人都一样 什么叫一样呢 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包括一些位置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纠结就纠结在这里 这个好一点 好了 然后在合并掉之前 我们看一下 有些地方是 到时候用图片工具吧 看就已经合并掉 基本就看不出来 这里跟不了说 这里稍微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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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尾巴的话 稍微大一点就大点了 那还是在比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刚才那个头部的话 因为局部科学有时候是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但是如果不是没有局部的话 那也不行 就是学习画画不要怕调整 调整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 现在我们这个基本的大的感觉已经有了 然后我需要什么呢 加一个叠加模式的图层 我们知道一旦是加这个图层的话 我们就是用来强化颜色的饱和度 喷比渲染 这里我要强化一下光线的这个感觉 它让这个光线更加闪耀一点 如果发现过头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来清理 这样也蛮好的去作为一个染色 像披萨 这地方肯定是过了 好 这地方小白也不错了 保存 保存完以后 我们要用到今天的两个秘密武器 我们先来加水彩图层 图案 撒烟 然后把它改成叠加 叠加会是比较强烈的颜色 如果用柔光的话 就会好一点 但我发现有些地方 把我们之前画的都破坏掉 一个我们来降低图层的不透明度 比如说50%甚至更低 30% 对 30%的话差不多 但是我发现有些地方 它这样来的话 就虚弱了我们之前的形体感 是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到门板 点在门板上 确定前景是黑色 笔刷 是喷笔 现在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这个画面为主 至少在这些上面 点在门板上 这个我不需要有那么多撒音的痕迹 开始恢复它原来的状态 这个阴影里面可以咬 这个可以咬 就猫的部分 把它清除掉 这里可以咬一点 但这里的话 如果撒音的话 就会削弱严重削弱的形体感 但是这个投影可以有一点 当然原来画的比较粗糙的东西 有了新的感觉 这个效果不错 然后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必要 加一层 然后试一下这个用厚图增强吧 然后试用海绵 或者我们换成厚图平滑 效果不是最好 换一个 这样画边 谢谢观看 好吧 亮部稍微强调一下 但这个是可选 有些人觉得之前的这个已经可演 那么这里我是尝试一种 这个厚图和薄图 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感觉 把橡皮层 你直接用这个笔出来 强调一下地面的这个质感和纹理 我觉得这样效果还可以 比刚才那个散在一起的好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当然你这个觉得很干净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些 看到一种效果好了 就是我现在用厚图增强 那么这个斑斑勃勃的效果就更重了 可能你像比赛要 熄掉的地方也更多 再说一遍 这个厚图比如说是涂在什么 涂在亮部的地方 受光的地方 阴影的地方是不要去涂 否则就会破坏这个阴影的透明感 记得就是你厚图的部分 一般都在亮部 阴影的部分也要薄图 哪怕是以后话我们可以教一些油画技巧 都是亮部堆的很厚 然后暗部都是讲究一些比较透明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可选 或者是换成平滑 稍微干净一点 最后根据实际的需要 看一下有没有再必要增加一个曲线 强化一下对比度 最后我想你的画面就以你自己为主了 不用再去看那张图了 或者你觉得折装吧 50% 稍微来一点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示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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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